所以我這部車子 我是決定我不會再開它 我要把它賣掉 我可能也要告訴所有 開賓室的車主 只要你的是氣壓式的 你一定要小心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掉 賓室避震器自爆 車主嚇壞了 葉小姐這麼生氣 是因為8月底 她開她5年的賓室S350 去俱樂部運動 車子就停在停車場 結果她才跑沒多久 就有人打給她 說她的車子在停車場 發出爆破聲 車子還歪了一邊 車子送回賓室原廠修的時候 原廠說是氣壓式的避震器壞了 但這是正常的 那她都沒有給我警示說 我應該要去檢修我的避震器 她說她不會顯示 因為她是突然爆掉 她怎麼來得及顯示 那你這個說法我更不能接受 她會突然爆掉 她說不會啦 那個爆掉 即使你在高速行駛 也不會發生車禍 我說你是有碰到過嗎 在高速行駛爆掉 然後沒有發生車禍 她說這個是沒有啦 但是我想你頂多就是會嚇到 台灣賓室回說 葉小姐的車輪比較久 避震器本身是會耗損的零件 但沒辦法斷定是怎麼發生損壞 同仁當下應該只是要解釋 就算泄氣了 也不影響她本身結構的安全性 而未免車主誤解 會再請車廠繼續溝通 台灣區汽修工會總幹事高景聰這麼說 一般還是會以零件的保固期來判斷 如果民眾想主張 這個東西製造瑕疵 就要舉證喔 不然也可以號召車主一起透過訴訟 跟第三方鑑定來討回公道 是說啊 先不論到底危不危險 突然碰一聲 誰不會嚇到啊 車廠這樣回真的很不OK啦 一週刊 誰說這樣爆沒有安全疑慮的 發抖